我們首先說一宗案件 那宗案件的主角叫做金啟文 金啟文是甚麼人呢? 金啟文原來是衛生防護中心的前顧問醫生 是一個頗高級的醫生 另外沙士期間之後 他多次主動幫助香港政府手 做抗疫工作或是做專家 而他因此入了衛生防護中心做顧問醫生 顧問醫生位置當然他會接觸到衛生防護中心 本身這個資源所接觸到的很多海外機構 這個案件是說金啟文涉嫌欺騙了 三個國際和海外的組織 拿了別人以權謀私 即是利用一個令人誤會 他以為他是公職人員 以為是香港政府的組織 另外令人誤會 欺詐了別人420萬元 所以他刑罪了兩大類 一個就是欺詐罪 一個就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兩個都不是輕的了 其中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是比較尷尬的罪行 對香港政府來說 我亦都覺得 我覺得 律政署是有避免用這條條例 因為這條條例如果用得多 成立了案例的話 將來就很容易成為檢控公務員 或者檢控官員的一個案例 所以這次很特別 律政司在金啟文認了部分罪之後 他總共告他六條罪 他否認一項虛假文書罪 整件事可以讀一讀新聞 衛生防護中心前顧問醫生金啟文 事源為三個國際組織和海外組織 提供420萬的廢結核 結核讓物測試和其他服務的時候 濫用公職謀取私利 案件在今天區域法院開審前 金啟文承認了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和欺詐罪等六項罪行 但是第七項罪行 他不認 他否認一項虛假文書罪 獲法院全黨 即是說 全黨的意思就是虛假文書罪 不再審下去了 就放在這裡算了 這一個問號 有得告虛假文書 警察查得很清楚 虛假文書是重罰的 他不動 他不動 站委法官勞結而 案件押後 就六月十七日再進行判刑 期間被我須要還押 民署人員強調 公職人員 即公營醫療人員 是肩負重大的公共衛生責任 為社區提供可靠的服務 保障市民健康 他們是公職人員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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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講一下被告背景 那就是 辯方求情的時候 曾經講過的被告背景 那被告呢 80年代加入衛生署 那人生大部分時間 都回到公共衛生上面 直至退休 仍然是大學出任 助理教授一職 那就是 在近沉甲出版400份 學術文章 辯方逐旨 那被告在103年 沙士爆發時 主動請英上前線 又在新冠疫情期間 向其他醫生舉辦 就是關於致射疫苗的一個 就是講座等等 貢獻社會 那就是 他就是承認犯案 但不能否定他在行業上 有却悅成就 又容許他為人謙信 所作所作所為十分後悔 如果說到他這麼好 是這麼主動去做一個專家 在一個疫情上幫了手 我覺得跟其他大名專家沒有分別 擺個名出來大家都幫了手 接著代表律師說他為人謙信 但他有七項被告的罪行 包括一項絕對白和全黨沒有處理的虛假文書罪 亦都包括了他的公職行為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和欺詐罪 為何會謙信呢? 為何為人謙信又出於成就呢? 近來辯方說被告延誤檢控 控方延誤檢控 即是說他拖長了檢控期 指被告由被捕至今 法庭相應相隔時間七年時間 被告曾經獲告知不會被落案檢控 也因為一道信以為真 所以辯方希望法庭把因素 列作減刑因素 另外控方認為 嫌并非不合理 因為需要時限搜證 和處理全召證人事宜 法官聽罷陳詞之後 押後判刑 另外被告金啟文 落四歲 被控四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案發期間 介乎2005年9月1日至2013年1月22日之間 他另外被控兩項欺詐罪 和一項使用虛假文書罪 即是說他總共被控 包括四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因為他利用公職人員身份去謀私 另外他另外兩項欺詐罪 擺明是騙人錢的 另外有一項虛假文書罪 這是涉嫌 抽案罪名當中他認了六項 有一項虛假文書罪不認得 因為認了很嚴重一定會坐牢 另外案件被指出 被告案發時為衛生署的衛生署 衛生署衛生學顧問醫生 現時已經退休 他在1992年 連同其他十名本地的微生學專家 組成了非謀來組織香港微生學醫生協會 可能比梁卓偉更厲害 比袁國勇更厲害 並擔任七年的主席 被1992年為協會開納聲展銀行戶口 是戶口唯一擁有的人 即是說他開了一個微生學協會 微生學醫生協會 在1992年開同年 也立即開了一個聲展銀行戶口 好了 好了 案情指出 日本國立感染的研究所 是日本口新勞動省附設的研究院 專門進行感染病的研究和疫苗開發 為技術的落後國家提供支援 被告虛假地向研究所一名代表表示 香港微生學醫生協會 是等同衛生署的機構 官方機構 俄稱已經授權簽署服務協議 以舉辦有關追蹤食物傳染病的七個工作和會議 獲得了日本方面128萬港元的資助 平均一個都是不少錢的 原來 當時在1992年到1995年之間 就是在講 七個禁會議或者工作坊 總共用128萬 總共每一個會議或者工作坊 用18萬 會議工作坊是一些seminar 或者一些meeting 整個簡單說 就是希望幫助日本 和香港的醫生 包括微生學醫生交流 另外被告 有另外在世衛虛假地表示 在世界衛生組織 香港微生學醫生協會 是香港結合參比賽 香港設合參比 香港結合參比實驗室的合約夥伴 結合病參與比較 結合參比實驗室的合作夥伴 獲得授權進行反結合的藥物測試 並且簽署三份協議中獲取50萬服務費 跟世衛簽署三份服務協議 騙他說香港微生學醫生協會 是香港結合參比實驗室的合作夥伴 騙世衛簽署簽了三個值50萬服務費的合約 另外同時使世衛代表 訂立了三份總值另外62萬協議書 另外總共一百十多萬 另外被告又專門提供傳染病診斷和創新診斷基金 簽署兩份諒解備忘錄 這就是政府獲取186萬服務費 上述情況均沒有上部衛生署 而這款項是由乾銀塘戶口處理 即是由香港微生學醫生協會的戶口 去收取包括世衛、日本口新勞動省 包括了傳染病診斷的創新診斷基金 就是這三個海外和國際組織的款項 這一個牽涉什麼呢 就是他當時可能有些虛假文書 令到其中一個組織誤會了他真是政府的代表 另外當然他是公職人員 當時他身份是公職人員 是衛生署的官員 就是官員來的 他原來他利用身份是以權謀私 是直接利用身份去接觸國際組織 令到國際組織順以為真 而被他誤導或者被他欺騙 就崩結了兩項欺騙 以及四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結果就是因為這樣而被控 好了究竟他的判決會怎樣呢 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這個罪行都很重要 因為如果這個罪行有判刑的話 結果就會造成一個案例 對將來或者現在 甚至有很多政府官員 很多公職人員 他在做以權謀私的一些工作 就會變得驚恐了 明天就會容易追究一些 這個案例可以說到 原來香港政府是一個保障 或者管理香港政府的公職人員 和他們利用政府的資源 去接觸到的私人機構 國際組織的時候 原來他們在監管上出現一些問題的 令到這些政府官員 可以跟私人機構 或者跟國際組織私相授受 結果甚至有錢銀來往 甚至乎那些國際組織 原來這麼大的牌頭 沒有理由有問題 原來在接觸過程裡 他以為接觸了政府官員 就是接觸了政府官員代表的公營組織 這是微生學醫生協會 原來並非公營組織 結果他們被騙 結果這件事揭發了 究竟之前或者現在 有多少未揭發的事件 這個值得大家去看探討 香港並不是大家看到這麼青年 這麼乾淨的地方 就算政府官員裡 以權謀私 原來也是一個非常實證存在的事件 就算這個醫生 曾經做過衛生防衛中心顧問醫生 而他主要公職時間 在衛生署工作 原來他當然有他的專業 也有他的專業的知識 但他除了出業知識 貢獻給政府之外 他拿了詳諷 拿了政府的薪金之外 他另外就是欺騙國際組織 當時也是利用政府的資源 這個反而顯示到 原來在政府工作的所謂專家 或者現在大家看到 續擁住政府官員的專家 包括了 就算陪著梁卓偉 走到周圍驗樓 不要亂說那些專家 其實都有機會他有私心 他目的就是自己 捧紅自己 跟著在國際組織 在一些和國際關係當中 令到大家誤會他是政府的人員 而這樣就騙到人的錢 好了 你說這個應不應該定罪呢 這個現在是留在法院判決的 因為他已經認罪了 現在就等法院判決 6月17日法院就要進行判決 到時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判決的結果 看一看他如果這樣騙人法 究竟要坐幾年 又或者是否要坐 還是判滿刑 好了